經常說短髮好像沒有什麼發揮 兩位短髮Stylist就親身示範告訴你 短髮襯頭色的可塑性更高 從小到大覺得髮型比名牌重要 留了短髮十年 最喜歡襯頭色的Avis 就示範了多個造型 因為短髮的女生 看上去頭髮會比較細 而肩膀也會覺得相對滑一點 戴滑加帽就可以令頭髮感覺細一點 如果穿鬆身衣 就可以考慮戴這些誇張的褲邊帽 可以平衡頭細身帶的比例 我自己穿衣比較偏向中性一點 可能有很多時都是T-shirt加闊腳褲 整個造型真的有些男生 選擇一些包揭一點誇張一點的耳環 顯示整個造型 她就偏好這些流蘇耳環 因為短髮就很適合戴吊嘴型的耳環 襯髮毛也可以 襯casual 造型也可以 毛毛耳環也可以 細細粒也可以點綴造型 她就建議大家可以穿完頭後再戴帽 首先用直髮夾挑幾束頭髮 向外和向內夾 造成這個卷曲的效果 然後輕輕把面層的頭髮塗上髮泥 然後再用噴髮膠噴一噴 做層次定型 粉紅頭髮的Stylist Lauren 原本的頭髮有這麼長 她把心一環將她剪短 超級喜歡戴耳環的她 這裡只是她一小部分的收藏 不如就看看她怎樣配搭 我自己就特別喜歡買一些 比較誇張一點的耳環 例如是一些阿加力膠造的耳環 寫著我愛你的日文 我覺得她很有趣 很特別 她就最喜歡Vintage的配色 因為短頭髮可以令到這些色物更加突出 染完頭髮之後 她就特別喜歡買一些粉紅色的色物 去配合頭髮的顏色 短頭髮就尤其是她這個男性的性格 每次出門前 只是輕輕用Gel定型就可以了 其實趁耳環頭色 都是短髮女生的最大樂趣 再次見到最後一陣子 再次見到最後一陣子